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相信大家在這一次看完S6冠軍盃之後 都發現了一個新種叫做猴子灌籃症 那我自己在打牌位的時候有遇到很多猴子灌籃症 就是在練這套的玩家 那首先練這套需要具備一些條件 很多人都是為了操而操 那其實這個陣容說實在話沒有那麼強勢 他只是單純的利用這個上一週改版的暗改內容 讓大家有一個一二點的迷思 導致鍋墊的問題 然後進了讓對方沒辦法冒到 那這個陣容組成之前是一個元素在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PP環節 首先這個猴子症有一個因素是在於 猴子沒辦法打這兩隻東西 他是沒辦法拿來對付雙王症的 那這裡我們其實也討論過很多次 其實這個陣主要發明的點是說 最開始是我跟龍蛋蛋還有小白去打排位賽的時候 遇到一個猴子 那是HC的猴子 那遇到之後我發現他們很喜歡選一個猴子灌籃症 他們都選猴子 然後再補一隻內藤 然後要嘛就再補一隻小黑 但這個重點雖然進攻可行 但就覺得防守有點破洞 所以我稍微改善一下他們這個陣容 然後就發明了這個猴子灌籃症的BP 首先猴子灌籃症的起始點有個先決要素 他不能遇到右下角兩隻雙王 所以你必須先BAN掉這兩隻雙王 猴子症才有可能登場 而且你必須有長法螢幕 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元素 那我們本來就預設我們遇到HLT 只要連贏兩把 我們第三把一定會出鏡頭去灌籃他們 那原因很簡單 而HLT基本上都是很喜歡玩空間陣的玩家 所以當他們空間陣被打趴的時候他們就會換套 那城火爆下一套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集訓有穿風 那在於第二把高等5的阿牧發揮得太好的情況 第一把第一把發揮得太好的情況 被迫他們要BAN掉阿牧 所以我們這邊就塞了一個陷阱 就是說我們先BAN三井 那由於第一把他們沒有去 沒有去防好阿牧的關係 正常人遇到阿貴一定會上這一隻 那由於我們在一二輪故意讓大家錯亂說 就是我們會自己BAN長髮螢幕 來讓他導致說可能我們會沒招之類的 所以我們故意塞了一個 我們一直BAN長髮螢幕的局 那來就是BAN了三井獸之後 對方因為第一把高隆的關係 所以BAN上了這個極訓木神1 那一進BAN位之後 就進入到我們的BP邏輯系統裡面了 我們這邊一定是先上長髮螢幕 這是灌難症一定要的先決因素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要先選這個長髮螢幕的原因 再來後手我們其實已經蠻調解成火爆了 一定會上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本來預設他是會先上這兩個東西 因為上這兩個東西的話 就完全中我們陷阱了 原因是因為櫻木很好跟這兩隻 劉川峰最怕什麼東西 長髮螢幕 他只要遇到長髮螢幕 裡面的二點攻框一定被捕 而且只要頭中距離一定吃岩桿 除非擋拆的很好 才會避免到這個岩桿 否則一律是吃到這個嚴重干擾 那這個情況下劉川峰的進攻 基本上是爆開的 就已經是爆開的情況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二選的話 上了這個猴子 正常的時候要上猴子 但是如果在這邊上猴子的話 會被對方發現我們這邊的猴子 所以我們這邊要 稍微做一點思路變化 一 劉川峰如果拿這個陣的時候 配上一隻角色很麻煩 叫做高薩伊瑪 會讓我們的防守爆開 所以我們這邊就以選代邊選擇的高薩伊瑪 那麻煩的是說 他們直接在二選上的極訓滑險 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 但是也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上這首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們這邊也刻意讓了一個極訓猴子 來做一個稍微的小猜測 讓對方覺得我們要玩這個 因為你這樣選的時候 對方要嘛就猜你玩 要嘛就猜你玩這個 要嘛就猜你玩這個 他絕對不會想到我們會玩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一點 一二選故意這樣選 再來是因為高薩伊瑪上了有什麼好處 一是以選代邊可以斷這個陣 二是極訓流川峰在遇到櫻木花道的時候 一定要瘋狂的左右滑 然後去一個投籃假傳 投籃傳球投籃傳球 在這個過程中高薩伊瑪是很好去 弄這個誤傳效果的 我們實測了很多場的對面下 高薩伊瑪在流川峰一直在左右滑的時候 就算我用模擬器在玩流川峰 我都會誤傳個一兩球 可能兩三把會有個一兩球 出現一個誤傳的情況 所以這一手不僅可以以選代邊 還可以讓流川峰誤傳 即便他二上是花形我 二選會選高薩 因為誤傳的價值太高 再來是高薩的地板球偏強 真的是偏強的情況下 這個選擇我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還可以混淆對方 讓我們 沒人知道我們的選角 那二選對方還是乖乖重機上了我們的阿神之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隨便上一次了 我們本來的理想是 就是他玩小田龍陣 然後我們上集訓花形 這樣可以讓他們進攻直接爆開 因為他要頂岩桿出手 那這個情況我們防守一定是有利的 那原因是因為猴子這邊可以補足 長鷹的不足 為什麼 因為我剛講過長鷹一定會讓他吃岩桿 而且長鷹不會倒 所以劉山峰中頭必吃岩桿 近二點一定被蓋 那這種情況下 他一定不會選擇冒然的出手 他一定會左滑右滑 那左滑右滑傳球可以吃到這個的干擾 即便櫻木被擋拆了 猴子還可以用跳步硬吃干擾 也就是說劉山峰必定二中一 他不可能 他最賽最賽也是二中一 那這種進攻效率下 我們用猴子灌難陣 我就不信他每一把都可以蓋滿18秒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猴子這角色 一是真的冒點被改了 你沒有特別一點絕對不會冒 二是現在有灌難去收一些奇怪錢的 而且很容易系統不給的情況下 你猴子突然出這一手 在劉山峰非常難進攻的情況下 你猴子這樣進攻效率是不會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講的 防守進攻一定要兼拒才是好陣容 所以這邊補清潔就是用這個瘋狂的扣籃 然後來讓進攻有效率 那防守就是劉山峰被屌康沒有辦法 但他們由於這手上的滑行頭 我們這邊就有思考空間了 小田龍陣我們認為地板球稍微的 比內藤強一些 那內藤其實也蠻強的 那這一邊由於對方上主塔 要二選主塔的機會也是不高 即便是看到這個陣容 因為這個陣子選出來 如果他們選了雙主塔在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打一個後撤 所以這個高砂他有一個防後撤的機制 就是他有多一種打法 那這邊我們選擇Bentail的小田龍陣之後 對方就是內藤鐵也可以守了 那內藤鐵基本上是不能進來蓋的 因為如果你進來蓋的話 那長一就有無限地板 那這時候就中我們最大的圈套了 內藤不敢蓋 他不敢蓋之後 裡面這兩個人就必須去冒這個猴子 但一二點是很容易出現系統不給的情況 所以導致於我們進攻效率是沒問題的 那假設這個內藤真的進來蓋了好了 那也無私欲 因為我們就是可以鋪滿地板球 那最重要是什麼 即便這個內藤不進來蓋 我們也有100%的地板 因為長髮螢幕是阿龜在玩 所以這個陣容有一個先決條 就是你那個工具人長髮螢幕一定要秒鋪 你要懂這個陣容的秒鋪要怎麼鋪 那阿龜就是鋪球怪獸 所以在他出現這個陣的時候 即便你不蓋 你也不會有地板球 那內藤還是乖乖中圈套 他沒有進來蓋 導致於冒滿18秒相當的困難 讓我們進攻非常的有效率 那就是這個陣為什麼會這麼強勢 因為不是因為這個陣強 是因為這個陣非常康特集訓流川鋒 所以請大家玩這個陣的時候 不要沒事選這個陣 你必須先避掉這個雙網 並且流川鋒乖乖上當之後 這個陣才能選 因為一個好的陣容 一定要進攻防守間去才行 否則這個陣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這個陣最早就是我們被打爛之後 我們拿來直接在團練試讀給那個HOT 結果發現HOT的人全部都不會蓋 就只有一個人會蓋 那個人叫麥瑰迪 那個人把蓋的訣竅告訴我們之後 我們才發現HOT原來是這樣玩 就發現這個陣如果你第一次遇到 是絕對沒辦法有效的去防守的 你一定要稍微研究一下他去守 那這個陣由於我們不會出第二次 就稍微的給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這個忍不防的你被2比0 然後突然被噁心到這一手有多幾手就好 因為你這樣選的話是真的很劣勢的 不是這個陣強 是這個陣真的康奇訊流川鋒 所以呢這個陣出來之前 大家好好想一下 那再來是最重要的潛能環節 很多人我發現學這個陣的時候潛能亂帶 這個陣的帶法非常的特別 因為這個陣要看你怎麼打 如果你還好要打高砂的中頭體系的話 他會有兩個套路 那如果你不打高砂中頭的話 我還是希望你是帶彈跳中頭 為什麼呢 是因為說 一是你有中頭能力以防萬一 二是彈跳的話 我跟你講過一個好的陣容 你不能只想著進攻 你還要想著防守 那這個彈跳值去防守到流川鋒的中頭 是非常非常的強勢的 就是利用這個火鍋範圍給到干擾 那再來再利用這個主攻能量累積 再加這個扣籃撞倒 再加這個扣籃命中 直接噁心流川鋒的心態 進攻會系統不給 防守利用彈跳來拉滿流川鋒 再利用這個主攻能量累積來做一個大絕循環 然後也可以加主攻來冒流川鋒的中頭 那大顆我還是推薦流川鋒 因為畢竟這個是拿來打極油專用的陣容 你投籃封鋒一出來 流川鋒一定不好受 他敢攻框櫻木一定補二點 再來自身決心 加這個內線命中率還有籃板能力 但基本上這個陣容是籃板能力是沒有用的 所以很多人綠色的猴子會帶著一顆 這個東西 但其實是沒有用處的 因為這個陣容 你猴子是不會進去搶板的 包括防守籃板你都不會去想 因為會失位 太危險 所以這個我是不建議帶 我是建議帶大家帶主攻能量循環 那跟我們的灌籃鋒獸 你是有可能張到系統不給 這一套邏輯就是 利用系統不給去得分 那加敵人的冒增 因為上一版的暗改 導致於他不會冒 然後就可以讓敵人 沒辦法好好的去防守這個一二點攻框 再加上系統不給的因素 那這縱觀下來 你防守在這邊拉滿的情況下 利用這兩個潛能補足你的防守血線 我發現很多人這邊都會帶什麼 我來得分之類的 增加猴子的扣籃能力 但根本不需要 這個陣就是要拚防守 高了五雖然猴子沒有玩很多場 但是防守拉得滿很重要 這個陣容的關鍵在於 你防守一定要拉滿 一定要讓流傳風難受 那進攻亂打沒關係 重點是防守一定要讓流傳風難受 那就是這個陣容基本上的邏輯 所以請大家抄這個陣容的時候 稍微想一下構思一下 怎樣抄是正確的 那請大家不要亂 這套其實我不推薦大家玩 就只是一個搞耍 一出來之後就是一個大招 但是出來之後 後面就會有人去研發怎麼去防了 所以這一手就是稍微的 好玩遊戲 就是張別人的遊戲而已 所以 這陣容大家在排位賽 不要多玩 真的不要多玩 這就跟內藤灌難真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一個蜜月期而已 真的不要太常玩 那以上就是這個陣容的理解解析 跟為什麼選的原因 那請大家不要亂選 這個陣真的沒那麼強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 訂閱 é